青春玉女的狗血人生 本来成了人人称献的人生胜利组 最后却三嫁三逃 最后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 自私欲求不满不是原罪 但伤害到其他人 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不应该 欢迎收看五二慧客室晴玉教室 我是何慧荣 都说生活在人世间 这个花花世界 想要寻得真爱命得良缘 不容易 即便踏上红毯 互许终身 那都不一定是最终归宿 若早知道对方是渣男 您会选择轰轰烈烈哀一场 还是宁可斩断情欲 尽心感受孤独呢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例子 这名女星看似身边的男人 一个换过一个 但月子却始终无法挣脱阴霾 接下来就让我们 从这名女星开始说起 1958年出生于台湾的戴良纯 家境优渥 从小就是家中长上明珠 长得更是亭亭玉丽 小小美人胚子 后来在大学念了两年的航院系 到了她22岁这年 香港著名的邵氏电影公司来台招考 带良纯凭借着楚楚动人的清纯模样被邵氏相中 签下五年的契约 直接放弃的学业就到了香港发展 隔年就顺利出演由李修贤主演的单程录 从海报上就能看出就是给戴良纯一个曝光的机会 而她也没有让人失望 剧中展现出天真可爱的模样 开始收获不少粉丝 也接续出演了武侠片 古装扮相 清新脱俗 打造出完美的玉女人设 总在女配的角色当中 演出女主的风采 这样的家人 怎能不让男人动心呢 而邵氏电影当中的当红小生 刘勇便进水楼台先得月 两人是在1982年戴良纯接拍的电影 《三十年戏说从头》当中认识的 刘勇年长六岁 仅一眼便对戴良纯深深着迷 展开柔情攻势 原先这些举动还打动不了她 结果像是老天要助攻一般 戴良纯因为倒置的问题 在吊着钢丝的情况之下 从十公尺沟坠落 这下刘勇迅速反应过来 来场英雄救美 这才没让戴良纯受伤 因此掳获芳心 两人正式交往 接着在拍摄《青春一千日》的期间 更是狂撒狗粮 在戏中预演了结婚的场景 成了最佳荧幕情侣党 多少人想要攀附的刘勇 只把她的柔情展现给戴良纯 这种女方陷入爱情的漩涡 不顾一切违约受事 面临毁约金的巨额赔偿也在所不惜 演完《心非虎外传》之后 随即隐退 1983年毅然决然嫁给了刘勇 但她忘了 当女人失去了自我 是非常容易失去男人的尊重的 而戴良纯在爱情的粉红泡泡当中 也根本没有看清楚过眼前的男人 婚后的刘勇把妻子当成金丝雀 软禁在家 做任何事情都得报备 而自己却在外酗酒 在外受气 就回家发酒疯 往戴良纯身上狠狠发泄 言语辱骂那都还是小事 还会动不动 就拳脚相向 这段婚姻就像烟火般转瞬即逝 1984年 戴家听闻女儿惨况安排接应 让女儿逃回台湾老家 刘勇气炸了 但她还在剧组拍摄《武则天》 戏还没拍完卡着片约 只能暂且隐忍 这也让戴良纯获得短暂的自由 也许是父母心疼女儿的遭遇 希望有个好男人能够疼惜她 竟然一时糊涂 在戴良纯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之下 牵线介绍另外一名男性给她 这是戴良纯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 是一名医师 名叫颜三元 戴良纯真的太美丽动人了 即便在当年 民风较为保守的年代 还是有许多男人不在意她的过往 希望能够拥有她 因此在颜三元医师的积极追求之下 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互动亲密 而戴良纯千错万错 就是不该以为逃回台湾 就等同跟刘勇划清了界限 毕竟这两个人还没有正式离婚 光是接受其他男人的追求 这就已经让刘勇怒火中烧了 至于刘勇是怎么知道的呢 她本人因为是忙着拍片走不开 所以早早就顾请了侦探 监视戴良纯了 看到逃跑的妻子跟别的男人吃饭约会 这下完全坐不住了 直接到台湾要把妻子带走 面对自己心爱的附属品 有着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刘勇 好声好气哄着女人 说我是爱你的跟我回去 我保证好好对你 但早就受够折磨的戴良纯 已经不是当初能被花言巧语哄骗的小女人了 一方面觉得在台湾有依靠无所畏惧 便坚决不肯就范 这样的态度加深点燃了刘勇的怒火跟渡火 果然刘勇从头到尾就没有安什么好心 他抓了一旁的刀叉 往戴良纯脸上狠狠画下去 画画你的脸 看你拿什么勾引男人 就这样 好似刘勇不要了的娃娃 即便丢弃也要先行毁灭 戴良纯的脸颊皮开肉绽 脸颊最长的伤长达十公分 颈部也有三公分的伤口 彻底斩断两人情分 南方砸了650万新台币和解离婚 刘勇也遭到了逮捕判刑两年半 但是来自香港的刘勇对于地下势力是有所解释 辗转安排了台湾的黑帮协助偷渡逃回香港 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惨遭毁容的戴良纯便展开了他的整容之路 并没开二度 虽然见识过刘勇的恐怖手段 但毕竟没有直接对付颜三元 因此并没有逼退他对戴良纯的追求 在戴良纯人生谷底的这段日子 更是不离不弃地照顾他 这让戴良纯原本可能已经不愿意再相信爱情的心 再次被融化 心想这个男人不是因为我的外表 而是真的爱我吧 期间戴良纯一边到日本整容 一边沉浸在颜三元的温柔公式之中 于是在1990年恢复容貌之后 他再次步入红毯 嫁给了陪伴再次的颜三元医师 只是没想到戴良纯又看错人了 颜三元并没有如他当时承诺的 会带他远离痛苦 反而是让戴良纯坠入另一个深渊 有一种男人得不到的时候 呵护自己捧在手心 得到之后气若鼻息标准的渣男一枚 颜三元在取到戴良纯之后 四处年花蕊草 明明过去不嫌弃 却在到手之后贬低枕边人甚至动手家暴 导致戴良纯不止一次流产 腹中胎儿一个一个都无缘出世 最后戴良纯心灰意冷 萌生逃离地狱的想法 对爱情仍然抱有憧憬的戴良纯 其实早在还是未婚的时候就认识了一名日本医师小灵手 但戴良纯跟刘勇爱得高调 小灵手自知没有机会 便没有表现出心中的爱慕 即便后来戴良纯离婚 却也是立刻进入下一段婚姻 让小灵手根本没有机会 这次终于等来了 他立刻挺身保护戴良纯 接纳他照顾他 戴良纯也许是爱情爱得太累了 渴望被爱 于是这一次他决定低调离开台湾 离开这是非之地 1992年他为爱到日本定居 三度嫁人登记结婚 好不容易觅得良人 戴良纯跟小灵手很是幸福美满 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老天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严三元四处打听消息 辗转得知自己的女人 全跑到日本重婚 掌握到他们住在小灵手职业的 押医诊所楼上 便在1992年12月飞往日本 选在深夜 带着寓藏的菜刀潜入住所 为了避免有人报警破坏计划 严三元先是切断了电话线 紧接着到了卧室 看到小灵手跟戴良纯同床共枕 直接冲上前门槛 小灵手的颈部动脉遭划开 胸口腹部中了十多刀 被活活砍死 同时戴良纯尖叫拉扯也被划伤 也许是良心发现 又或许心中仍有着激烈 严三元把戴良纯送医顺带自首 得不到爱情还险些丧命的戴良纯 却并没有因此从泥沼之中脱身 她被日本警方强行扣留 由于小灵手身家财产破亿 遭闯宅残杀 严三元作为凶手杀人入狱 戴良纯直接成了整齐案件 最大且直接得已的人 这让日本警方不禁怀疑 该不会一切都是设计好 配合放行严三元的一场夺产大戏 甚至怀疑会不会一开始就是一场仙人跳呢 因此当时的报道都提到了 戴良纯被怀疑是串谋杀夫 因此最后戴良纯直接放弃继承遗产 借此洗脱嫌疑 虽说舍弃了遗产 但小灵手的保险金额也很惊人 受益人依然是戴良纯 经过一连串的风波她累了 曾经是那么希望有个男人 可以成为自己的依靠 在风雨来袭时可以庇护自己 但最终才发现能依靠的最终只有自己 而用新的婚姻去忘记前一段的伤 终究不靠谱 戴良纯也在经历三驾三逃的风雨之后 选择隐性埋名低调过日 至今再也没有付出 算一算戴良纯也已经年过六旬 吸扎多年受伤打击从没停过 也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至于戴良纯第一任扎夫刘勇 虽然潜逃返回香港 躲过牢狱之灾 但所有她后来的电影 都在台湾遭到禁播 民生扫地当然冲击新途 不过我们总说人是健忘的 刘勇借着历史剧《秦始皇东山再起》 1992年娶了亚洲小姐黎燕山 育有一子一女 这段婚姻维持了八年 传出南方屡屡家暴 恶习不改最终离婚 离婚三年之后 2007年刘勇第三度结婚 这次娶了比自己小30岁的陆妻黄丽燕 生了两个儿子 虽然这次没有传出家暴 但她根本管不了嫩妻 同样纷争不断 12年后婚姻同样画上句号 年轻七十她开始 独自抚养孩子当起了单亲吧 也许是年纪大了 还是对自己年轻时的作为忏悔 她说自己独自照顾孩子 才知道这么辛苦 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李燕山 而当年被她狠狠画伤的戴良全 却没有在她对外的毁过言辞当中出现 也许对于戴良全来说 再无瓜葛更胜迟来的道歉 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欢迎留言跟我讨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五二会客室情郁教室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何慧荣 我们下回见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那7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